大医生 本期我是大医生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带了一颗心脏 这颗心脏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脏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也是跟我们的心脏相关 头一次看到 我们现场演播室 每一位观众 都如此赤诚相待 都把心掏出来了 今天我们首先 要说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非常地可怕 同时 这件事情 可能发生在 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来看视频资料 监控录像中 演讲的这名中年人 在一阵激动的言辞过后 出现了诡异的行为 先是不停搓动双手 随后突然按住胸口 呼吸困难 猝死也不仅仅发生 在中老年人身上 年轻人猝死的数据 也在攀升 据监控画面显示 篮球场上 蹲在地上的男子 起身往篮筐走 到中闯时 弯腰支撑了一会儿 再次起身后 没走两步 就直挺紧张 倒在了地上 再也没有站起来 没错 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猝死 以前我们说猝死 好像是觉得 是罕见的事件 但是随着最近几年 关于猝死事件的报道 我们发现 年轻人不能幸免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更是很危险 那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统计呢 在美国心脏猝死的病人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 因为大肠癌 乳腺癌 前列腺癌 等等那些恶性肿瘤 死亡的人数了 而且呢 在中国每年有高达54万的人 死于心脏性的猝死 换句话说呢 在刚才节目 开始到现在 短短的一分钟里面 实际上在中国 已经有一个人 因为心脏发生了猝死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的 其实很多人呢 在发生猝死以前 他们是不知道 自己心脏已经有了问题的 可能呢 他的心脏已经老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心脏 其实有他自己的年龄 其实跟你的真实的年龄 和你外表的年龄 可能是完全不同步的年龄 心脏有自己的年龄 不同于我们的生理年龄 比如说我可能今年33岁 说不定我的心脏 已经63岁了 尽管你看起来才18岁 真的吗 谢谢李明星 我们看看今天 我们现场观众身上 每一个红心里面 也写了数字 有20的 有19的 有30的 还有41 这些数字 又分别代表什么呢 我们要欢迎我们 医生梦之队的新成员 欢迎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副院长 心内科兼大内科主任 高伟老师 掌声欢迎 高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 心内科兼大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欢迎高老师 大家好 说这个胃老先衰 胃老先衰 难道说会有胃老心脏先衰 这样的事情吗 对的 就像刚才大医生讲的 实际上有些人 你看着很年轻 但是里面的真实年龄 也就是他的心脏的年龄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表里不一 心脏是有心脏的年龄的 很有可能 您的心脏年龄 跟您的实际年龄 是不符合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大屏幕 你的心脏老了吗 那么在节目录制之前 我们的观众都拿着手机 低头在很认真的算 其实就是在计算 他们自己的心脏年龄 目前每一个人身上 这颗心脏里写的数字 就是他们的心脏年龄 我们看下面的观众 大部分人 他的心脏年龄 跟他外表的这个年龄 还是相似的 是 我们今天让大家做的 这个测试呢 其实它不是一种像算命一样的 是的 它是有依据的 没错 是世界心脏联盟 根据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的 大数据的资料 它有一些测算的项目 根据这些项目 那么就可以大概地估算出来 它的心脏的年龄 如果说通过这个检测 查出来您的心脏年龄 大于您的实际年龄 或者说您的心脏年纪非常大了 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段视频资料 从健身房的监控录像中 可以看到 身穿红色运动衣的陈女士 在跑了半个小时后 按停了跑步机 靠在扶手上休息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只见陈女士 从跑步机上直挺挺地摔了下来 头部着地 当场陷入昏迷 这是一家企业的监控画面 一名技术人员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忽然跑在了地上 刚才是一段我们看到的监控录像的视频资料 当猝死发生的时候 真的是突不及防 而且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的心脏年龄过大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相对老化程度比较大 相应的功能就会下降 危险就会升高 那么现在我们大医生节目呢 有同步在网络上直播 有很多的网友在线观看 我们来看一下 网络同步直播当中的网友 对于心脏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来看 我刚刚也扫了咱们这个二维码 然后去这个网站做了一样测试 得出来结果挺让我震惊的 因为我十几年龄是29岁 但是做出来这个测试是40多岁 我平常身体也挺健康 就抽肥烟也没什么大毛病 然后我就对这个结果 就这个结果靠不靠谱 然后这个网站不会是吓唬人的 好的 谢谢这个网友 我们这个网友是他觉得 他自己只有先一向他认为 不好的因素在里面 凭什么就心脏年龄 比实际年龄大了那么多 我们请高老师解释一下吧 其实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 我们这个测试呢 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依据 是通过大数据 那么刚才那位网友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是有一些危险因素 他是男性 然后他有抽烟 看着体型也比较胖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不良的生活习惯 有可能他的真实的 这个心脏的年龄 确确实实比他实际的年龄 要显得更大一些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心脏年龄 不仅他是有数据的 而且呢我们也是有真实的病例的 我给大家带来两个 真实的病人的情况 来看哈 舞台这边的大屏幕上 出现了两个人 一高一矮 真实情况是一位男性 一位女性 首先我们来看看 心脏里面的血管的情况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上面 右面呢是一个病人的 心脏上面的血管 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 画在红圈的这个地方呢 都是有狭窄的地方 心脏上面一共有三根血管 那么他实际上两只都已经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而且这个病人 曾经当年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 到医院来就诊的 而左边的这个血管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它非常的光滑 从粗到细 看不到一点狭窄 一点病变 所以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冠状动脉 好 谢谢高老师 很显然是右边的心脏年龄比较大 左边的非常年轻 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的一个冠状动脉 是 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心脏年龄 相当于是多少岁的心脏呢 这差不多至少是一个六七十岁的心脏 对 左边这个的话就是健康的 对 这是一个很正常 很健康的一个冠状动脉 这两张影像学资料的主人 就在我们的大屏幕后面 也就是说 这个二十多岁的心脏的主人 和这一颗七十岁心脏的主人 就在大屏幕的后面 大家一定非常关心 这颗七十岁的心脏的主人 长什么模样 多大年纪 我们先把它请出来 来 欢迎您 来 您先站到我们的滑海中间 到这边来 确实还是有差距 长得像六十多岁的 可是这个心脏都有七十岁了 我有六十多岁吗 李老师 没有 没有 这样啊 我们再把另外年轻的心脏的主人也请出来 陶庄医生猜猜 我觉得应该 咱们说保守一点吧 四十岁 四十岁啊 我同意 不会高于四十岁 我觉得四十到五十之间 来 我们把这颗心脏的主人也请出来 欢迎阿姨 二十五 掌声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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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来 两位同时站到舞台中间 这位男士 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重点在于您的实际年龄 我今年四十九岁 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造影图像 是我本人的 2010年7月份 准确实是7月24号 突发大面积新岗 七年以前了 对 四十三岁的时候 这种经历不是正常人都能有的 夸张点说真是永生难忘 对 您别往心里去 李医生这人比较迟 他不是真的说您长得像六十多 他没有嫌我长得太清白了 太清白了 对 大家肯定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影像学的资料是在 我们这位先生四十二岁 发生大面积新梗的时候拍的 那个时候得出的心脏年龄是七十岁 胃老心先衰 这是一个真实状况 再来问一下阿姨 阿姨您今年的年纪是 我今年六十七岁 掌声鼓励一下 六十七岁的阿姨 看不出来是吧 对 高老师这就非常喜欢你见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所以心脏的年龄和外表看到的年龄 是不一样的 实实在在地讲 我觉得也就差不多是四十多岁的这个外表 但是呢心脏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病变 而这位阿姨呢 她的血管大家看 基本上是找不到毛病 是的 是我们可以讲一个非常年轻的心 是 那我们就掌声鼓励鼓励我们这位阿姨 要一直保持下去 谢谢阿姨 也谢谢我们这位先生 心脏年龄和实际年龄竟然可能存在这么大的差距 实际年龄只有四十九岁的许先生 心脏竟然已经有七十岁高龄 并在七年前突发心梗 险些丧命 而真实年龄六十七岁的张阿姨 心脏血管健康平滑 心脏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左右 是名副其实的人老心不老 在稍后的节目中 大医生将交给您 让心脏 咱们除了有这种测试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通过运动 通过其他方式 来了解你心脏年龄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 让他们要做的一项运动 运动 对 不需要特殊的设备 在家里甚至小学上学的时候 就曾经做过 通过台上的我们 来做一些简单一行的一些测试 来看一看我们这到底准不准 我大概猜到是什么运动 能够测出心脏的年龄了 不不出户 不受限制 对 然后非常的简便一行 而且大家注意看 今天我们的舞台中间 有一个擂台已经扑在这儿了 马上我们要进行 大一声杯跳绳比赛 真有一种开运动会的感觉 我们来看 欢迎来到大一声杯跳绳大赛 我们现在场上已经有两位选手 已经换好衣服了 当然了除了您二位之外 还有一个我特别熟悉的老陈 我呀就是一听说呀 老陈这儿呢 这个跳绳大赛 快来老陈来 我就是越越欲试 是吧 因为跳绳从来没拿过第三名 所以今天三个人最次会是第三名 挺好的 要来一下 来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在上场之前呢 因为我们还是要考验心脏年龄的 不是为了跳绳而跳绳的 所以我们每一位选手 身上装了一个装置 试一下 里面穿了 穿了 穿了 好 待会看一下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大屏幕呢 可以先给大家展现一下 目前在没有比赛的情况下 我们三位选手 目前的心跳是什么样的状况 亮着灯就证明它是在 就你还跳着 有这个意思 你还跳着 你来看一下 现在三位身上的设备正在记录 大家在相对静细的状态之下 每个人的心跳的次数 张医生是一号 一号现在是每分钟 九十多次 九十一次 陈云全身上的是二号 为什么我只有六十多次 挺好的正常 六十多次正常的 六十多次正常的 李医生也很正常 李医生现在也是六十多次 吓到你了 你就立刻变成七十多次了 对 我刚才 好的 那首先呢 还是我们说比赛之前 大家先热热身吧 热热身 听说各位都身怀绝技 都说跳绳有两把刷子 对啊 花式的这跳绳 什么的都会 那舞台交给你了 对 我先来 先交给那个陈云全老师 来主持花式跳绳展示环节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大家将在这里 我走了 看到精彩的 花式跳绳的表演 那么为了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 为大家展示得更淋漓更近致 看 我已经把鞋脱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要把我的鞋 拿到一边去 因为放的时间太长 大家都受不了 没关系 拿到一边去 我也绝对退场了 因为他脱鞋了 我的手里 就是这么一小跟跳绳 可别小瞧着一小跟跳绳 一会儿把他耍起来 哟 那可了不得 陈老师 抓紧 我呢就不展示了 让二位医生呢 给大家表演 表演 你给我们示范一下呗 好啊 我给大家先示范一个 鞭花 请鼓掌 你们可真行 倒在来 什么都不干了 那一做 像个大小姐一样 我也是对 这鞭花 这鞭花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算了 还是来个正纸八百的跳法吧 请欣赏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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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啊 待会儿要跳一百下 你先忧着点 待会儿要比赛是一百下 好 好嘞 然后据说李医生也很厉害 来 李医生也很棒 对 李医生跳绳 那可是了不得 江湖人称小老鼠 他的特点就是缩小绵软巧 别看你比达 平常身高一米八多大个儿 跳起绳来 非常的轻盈 非常的灵巧 接下来咱们先鼓掌 后 起 掌 好 李医生也要注意 要匀着点劲 待会要跳一百下的 是啊 这个跳绳我还真不是吹的 我是小学的时候 当时重温区跳绳比赛第六名 李医生您正在吹 好 这是双摇 这水平真不是一般的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李医生太棒了 我们今天三个80后 一定要好好角逐一下 对 目前我们看到 大一圣杯跳绳大赛的 三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 首先说两点注意事项 如果说我们镜头外的观众 想要跟我们一块跳绳的话 一定要量力而行 如果在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终止这个跳绳 没有绳的时候 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其实那效果是一样的 一样的 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手里都有绳 明白明白 那么我们的规则就是 都要完成一百个 先结束的人就要大声喊出 我数完了 我跳完了 一百个 我结束了 要告诉我 因为我们要记录一下 您在完成一百个跳绳之后的心率 我说清楚了吗 三位选手 好 可以 可以了 三 二 一 开始 一百个 李医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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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让观众看一下 心率是在一点点上升的 对 好 李医生刚才已经喊了 跳完了 我们赶快记录李医生的心跳 好 完成 好 张医生完成了 老陈你要跳到隔壁的棚里来 老陈 好 来计算一下 一百个跳绳完成之后 三位的心跳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 一个是他最大运动量时候的心率 其实还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还有一行 运动后一分钟的心率 这个是要看他心脏心率恢复的时间 这个对反映他心脏的功能 反映他心脏的年龄 其实是更有价值的一个指标 明白了 所以现在其实就在倒计时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这个机器会自己记录下来 一分钟之后 他的心跳下降了多少次 对 如果说一分钟 他的心率能下来十二次 说明他的心脏反应 是相对正常的一个水平 已经都出来了 来吧 来看一下吧 重点看运动后 一分钟之后的心率 一号是张医生 张医生的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你自己算一下 一百六十二减去一百六十 只下来了两次 二号是陈云权 从一百六十五到了一百三十五 他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李医生从一百六十八到一百四十九 也很正常 真的是人老心目了 真是 张医生看着很年轻 但是你的心率恢复要差很多 昨天没有休息好 对啊 所以最近的时间休息都不好 老陈还是不错的 我还一直以为我是那最不好 但没想到 这还是得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所以这个心率呢 实际上它是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你心脏的功能 当然有心脏功能有问题 那也一定会不正常 明白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要记住的一个数字 就是十二 当你运动的时候 最大的心率 和你停止运动一分钟以后 这个心率的差别 要大于十二 才能说明你心脏恢复情况 是相对比较正常的 明白了 对 如果说我们要想运动 想更健康更安全 那最好呢 就是到医院做正规的测试 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戴的手表 或者其他一些可穿戴设备 也可以知道 我们在运动最大量的时候 它的心率能够达到多少 所以实际上我们将来在家里 在运动的时候 也都可以去测 我知道了 很多的那种运动手环呀 包括一些先进的肌部器呀 手表都可能会帮您 记录您的运动时的最大心跳 当您停止运动的时候 那个心率一分钟以后 那个心率也很重要 做一个减法 如果是小于12的 就提示大家要关照一下 自己的心脏的健康程度了 是不是您的新功能 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在家中自测心脏年龄的方法 就是运动时监测自己的心率 首先进行一段时间 强度较大的运动 并记录下自己运动结束时的 最大心率 并在一分钟后再次测量 如果运动结束一分钟后的心率 低于最大心率12次以上 则说明我们心脏恢复能力正常 也表明我们的心脏非常年轻 如果心脏提前衰老 将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甚至猝死的发生 接下来心脏健康的沉饮群 中脏无忍的 被控制循裂闹 都是人精神的 一个那个 出现的 全部都在爱 整理自己的 整理自己的 和一些是人家 有个人家 可能会被人家 感到新闻 有个人家 有个人家 开戏 你放开我 老陈 你放开我 老陈 你放开我 老陈 老陈 这正做梦的这 瞧着做梦来了 对哟 看看你嘞 老刘 对 对 拱着手来的 对 都挺好的 挺好 媳妇挺好的 你老打听我媳妇干嘛呀 关心你呀 闺女呢 还惦记我闺女呢 儿子 儿子 儿子挺好上班 街坊呢 我们家住独门单元 没街坊 忙忙这么做 都挺好的 充手 老李 瞧我给你带什么 我瞧着人家 他老子 你瞅瞧 这还不如空手呢 这个 窝头 我跟你说啊 这东西扛石头啊 是吗 你看他买这大包 够你吃一个月的 一个月 三天就吃完了 啊 还能吃 什么饭量啊这是 瞧瞧你来 算是 嫂子 嫂子像话 有我这么大块的嫂子吗 哎呦 弟妹 弟妹也不像话 那是谁呀 老徐 老驴 老驴 老驴干嘛呀 老徐 老驴 你别喝我 你那折都对 老徐 嗨 王大妈呀 太老了 你带上我去谁 哎呦 别说了 嘿嘿嘿嘿嘿 瞧见我就吐啊 我有这么饿的吗 我 没有那么饿心 哎 你更不像话 你 你俩别让 我现在啊就这毛病 一阵一阵 想起来就恶心 不是冲你 不是冲你 这胃酸吧你 胃酸 不能不能吃咸了 昨天还跟我说吃咸了呢 胃酸是不酸不酸 胃酸 不是吃酸了的 咱没文化 坐坐坐坐 我跟你说老陈 哎 没事啊 是吧 你这个认臣反应啊 这个 你别老老说 哎呀 他能怀孕吗 认臣反应像话吗 不像话 可能性小 没这可能 你看老陈的腿 嗯 是不是比以前粗了 哎这还真是黑 怎么怎么怎么练的 哎呀哎呀 怎么怎么练的 别摸啊 年轻时候光练嘴 到老了就练练嘴 空的 看见是老说啥 空的 哎这有可能 嗯 我这是肿的 肿的 这腿啊 这站都站不起来 不就是大白天 能在家躺着吗 对 真是 这真是好多了 比好什么多了 咱咱这才说几句话 你这一身的汗呢 你啊 我 脚心还出汗呢 咱们家地暖 地暖脚心出汗 这么常 脚心出汗 后背也出啊 他们家地暖 地暖 地暖也行 地暖也不错 脑门的也有汗呀 那你们家是顶暖 我们家改了微波炉了 啊 是不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啊 哎 奇怪的病 这两天好多了 平时还咳嗽呢 痛 又咳嗽又恶心 腿也肿 而且还出汗 我跟你们说呀 我都怕瞧不见你 别瞎说 这小毛病知道吗 这是小毛病 头还没吃完呢 快话 算办吧 看哪找个大夫 找个专家呀 能把我这问题解决了 我呀 也就踏实了 这些症状 哪些是预示心脏年龄衰老的呢 老陈 他的心脏 已经向他发出了很多次的求救信号 没错 那么什么样的求救信号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心脏 要出现一个很大的心脏事件之前 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 供大家去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呢 首先请一位观众 就在这个事发现场 找到一些可能提示 老陈心脏要出问题的一些信号 摆出相应的标识 我们请这个女孩吧 心脏年龄23岁的这位来找一找 好 观察一下都有什么 这就是一个卧室的环境 第一颗心呢 我放在他的眼睛 因为那个老陈说 他眼睛模糊 然后第二颗心呢 我放在这个窝窝头这里 因为他说 他三天就能吃下一袋窝窝头 这个心 我放在那个老陈的腿部 他那个腿有点击肿 我觉得他那个筋脏 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的 姑娘答得非常的清晰 一二三四说得很清楚 对不对呢 等一下专家来揭晓 送给女孩一个礼物吧 赠送给我们观众一份 由贝蒂丝丝橄榄油赠送的礼品一份 谢谢您 谢谢掌声鼓励一下 好 请欢迎谢谢 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 女孩找出了四点 她觉得很可疑的地方 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稍后我们的专家会做点评 不过在此之前呢 还是来问一问 那位42岁发生心梗的 拥有70岁心脏的许先生 许先生您好 月月好 您好 如果让您总结的话 您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样的细节 会导致您的心脏出现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呢 第一个呢是熬夜 第二点呢是这个非常爱吃油的 黏的甜的 第三个呢是情绪 脾气性格也长期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您是爆发型的还是压抑型的 爆发型的 经常容易有最典型的就是怒怒症 开车的人爆发也不行 情绪对心脏的刺激是致命的 您能够回忆一下 您当时在出现不舒服的症状送医之前 都有哪些 现在您回想起来 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呢 基本上99%都记得很清楚 是这样子的 当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呢 我是抽根烟 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时候突然呢 我的那个心前区左侧呢 有不适的感觉 隐隐作痛 这种症状呢 因为这个年轻时候运动 或者受伤常有 我又没太在意 您觉得能撑着了之类的 对 紧接着大概也就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区域就转移了 明确地到了这个 往中间靠了 突然变成了一个 整个胸腔 这样一个三角区域 那个剧烈的疼痛 这种疼痛 不同于我们胃疼 也不同于那个 我以前得过肾结石 那个我都能扛得住 说实话 结果那天那个这个胸疼 压榨性的 我竟然扛不住了 浑身大汗 现在想要疼 这个疼持续了多长时间 持续了 还记得吗 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真正那个浑身大汗 不受体位支配的那种疼痛 我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 那个时候 我满屋子在走 床上坐着也不行 躺着也不行 蹲着也不行 坐卧不安 坐卧不宁 汗珠子滑滑的往下掉 所以说 其实像刚才许先生描述的 就是他并不知道 自己的心脏年龄 已经那么大了 导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发生了这么大的危险 其实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强调 心脏变老的信号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教给大家 如何鉴别心脏变老 和其他疾病状态的区别 我首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老陈出现的这个情况 就是腿肿 出现了三颗星 并且提出来叫隐秘指数 什么叫隐秘指数三颗星呢 它是你心脏出问题了 但是你没有想到 星数越多越隐秘 所以其实很多人腿肿 都是看肾科 觉得自己的肾是不是出了毛病 还有的呢 只要营养不良啊 或者累着啊 站的时间久了 都会觉得说它会肿 比较少的会跟心脏连起来 没错 实际上呢 主肿跟心脏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比如说心脏功能不好 它就可以出现这个水肿 但是呢 它是有一些特点 一般肿的部位是在 它往往是下肢会更多一些 然后呢 双侧对称 而且呢 是这种可腰性的水肿 就按下去有个坑 对 那么这个腿肿跟心脏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要心服脸医生一趟 咱们到人体当中 带大家了解一下 其中的逻辑在哪里 好的 提到腿部出现的问题呢 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 骨骼 肌肉 而血液和血管出现的问题 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血管里面 去看一看血液和血管 到底可以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我的身后呢 就是一条腿部的静脉 大家注意一下 原本正常流动的血液 突然增加了 那么这种血液的增加呢 会直接导致血管变粗 甚至血液里面的水分 会透过血管壁 渗透到血管的外面 腿部静脉里面 血液的增多 从外面看 就是使我们的腿部变肿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血液大量的沉积在 腿部的静脉里面呢 这样 让我们顺着血液的来源 到上游去看一看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现在呢 已经站到了我们的心脏里面 我们知道 心脏就像一个泵 把氧气和氧料 通过动脉 运输到全身各个部位 并且呢 把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代谢的废物 通过静脉 再运回到心脏 那么如果因为种种原因 导致我们心脏的功能下降了 或者说心脏老化了 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大家看 心脏的工作能力 是明显的下降了 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 心脏泵出的血液减少了 另外一方面 静脉血 回流到心脏的阻力增加了 因为这种阻力的增加 使得静脉里面的血液淤积 就会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血液里面的水分 通过血管壁渗透到血管以外 就会出现水肿 那么哪个部位最容易出现水肿呢 没错 腿部是最容易出现水肿的地方 所以不要轻视腿肿的问题 它可能提示着你的心脏 已经出现了老化的问题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腿肿 都提示着心脏的老化 那么到底哪些水肿 可以提示心脏的老化呢 我们一起回到眼博士 为大家讲解 好的 辛苦了 李医生 这样我们再来结合一个模型 刚才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腿部的血液循环 水液代谢跟心脏间的关系 已经梳理得很清晰了 再结合一个模型 告诉大家哪些部位的 对称性的可凹性水肿 要引起大家的足够忠实 我们来看一只大脚 来让高老师重复一下 会肿的部位 也提醒正在看节目的观众 跟我们一块操作几个步骤 就可以大概地判断一下 您的这个腿肿跟心脏有没有关系 这种心脏相关的肿呢 它是可腰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拿手去摁 是可以摁出坑来的 像这个地方可以 那足备呢也是都可以摁出坑来 心衰的这个水肿呢 往往是因为重力的作用 对 这个水肿出现在我们身体的最下边 那最容易探测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脚踝和这个小腿 前面这个部位 我们可以去按压 颈前或者是这个脚踝后门这个部位 可凹性的水肿 对 就不排除是跟心脏相关的 对 而且是对称的 结合起来就会知道 到底您的腿肿是不是跟心脏相关的 如果没有记住的话 没有关系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做一整段关于腿肿与心脏之间关联的 知识点的总结 那问一下高老师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当中 到底藏了几个 跟心脏变老相关的隐秘信号 那在刚才的这个小品里面呢 实际上有四个症状 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我们已经刚才看到了一个腿肿 腿肿 那还有几个 李医生你去找一下 好嘞 好 我把这个放在了这个老陈睡过的枕头上 全湿的 来看一下 屏幕上写了 隐秘指数是两颗星 容易认为是天气热 而忽略了 出汗是一个隐秘的信号 像天热的时候 或者是有的刚才跳绳运动以后 都有可能出汗 对啊 但是这个不是心脏的问题 那刚才我们这位许先生在讲 他发生心脏病的时候 是全身大汗 同时伴有剧烈的胸痛 有的病人还有呼吸困难 像这种的出汗 就是要考虑 是不是跟心脏相关的 也就是说没有道理的出汗 你这个怎么解释不了 这个房间也不热 你也没有剧烈运动 你为什么要出汗 这个就要提起小心了 而且应该还是有主要的症状 伴随的 对 出汗是伴随的症状 接下来大医生将要揭秘 隐秘指数四颗星的危险症状 它不仅最隐秘 而且还非常的危险 一旦出现了这个症状 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脏 已经非常的老化了 三个症状呢 我还得放到这个枕头上 刚才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特点 这个枕头是湿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对 它睡了 这个枕头是几个枕头 一 二 三 我们平时有句话叫高枕无忧 对 但是对于心脏病人而言 高枕就是有忧的 来看一下屏幕上写了 隐秘指数四颗星 很多人觉得是个人习惯 但是却忽视了它跟心脏的关系 就是这种憋的感觉 这种憋是什么样的憋 包括您刚才讲到的 跟高枕无忧又是什么样的关联呢 这个睡觉的时候出现的 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别人觉得憋气的时候 他要坐起来 从睡梦中觉得憋气了 他坐起来就好了 如果他过一会儿感觉症状减轻了 他再躺下去的时候 这个憋气又来了 这就提示着心脏老了 对 但实际上呢 这已经是一个稍微晚一点的表现了 很多病人呢 在他高枕之前 其实比如说他活动量稍微大一点 比较劳累一点 他会有呼吸困难的这种情况 那还有的病人他坐在那儿 他愿意把身子往前倾一点 更加重的一点 才是刚才李医生发现的这种高枕 同时呢 有夜间振发性的呼吸困难 就是夜里睡着睡着憋醒了 需要坐起来 待一会儿他才能够缓解 所以我觉得这种表现 不仅是隐秘指数高 我觉得危险指数也很高 对 这是一个心理衰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提示你的病情可能更加严重了 出现这种憋气的同时 还会伴随着咳嗽 咳痰 这种痰呈呈现一种粉红色 或者是白色 有很多的泡沫 我们这种专业上叫粉红色泡沫痰 这种痰呢又不能用其他的 比如说呼吸道肺部的感染 去解释的时候 你要考虑这时候 是你的心脏老化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那心脏的信号 为什么会通过肺来表达呢 我们知道我们全身的血液 要流回到心脏呢 一定要经过肺脏 那么如果心脏出问题的时候 它就使肺脏的血液流向心脏受阻 大量的血液淤积在肺脏里面 就会造成肺瘀血 肺水肿 从而让病人 咳出大量的粉红色泡沫滩 李医生再去帮我们寻找 第四个心脏变老的应运信号吧 我们注意到 老陈家的垃圾土里面 有很多它吐出来的污秽的东西 我要把它放在垃圾土上 来看 隐秘指数一颗星 容易和胃肠道疾病弄混 就是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是以吐 呕吐为表现的 这个呢是心脏的两种疾病 都有可能出现呕吐 一个呢就是在一些心肌梗死 在下笔心梗的时候 它因为神经反射 它可以导致呕吐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心力衰竭 出现右心功能不全的时候 病人也可以有胃肠道的瘀血 可以呕吐 归根结底 咱们在判断一个单一的症状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身体合并的其他的一些表现 来综合判断 最后给它一个判断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永保年轻 如果说胜利年龄做不到的话 是不是可以永保心脏的年轻 刚才那位67个的阿姨 对 她就做到了 所以想问一下高老师 您认为啊 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如何能够让心脏保持年轻 或者说心脏有没有可能返老还童呢 其实让心脏保持年轻最重要的 一个是要去掉不良人的生活习惯 那还有一个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运动 运动可以让我们的心脏保持年轻 那么讲到这个运动 在公布是什么运动有效之前 我先要说说我们小区的老陈 他也特别希望自己的心脏永保年轻 他呢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我们赶快去看一看老陈是怎么做的 哎呀 走吧 看看老陈去 哎呀 走吧 看看老陈去 别指他在这怎么了 你说他在这 什么情况啊 老陈 扫援来家呢 哎呀 来啦 哎呀哎呀 老徐 老陈 你怎么了这是 怎么还不说话了呢 没事没事 哎 没关系 哎 对 他这边说了 烫哥俩 哎 对 嗓 嗓 嗓子不舒服呢 不是 不能说话了 不能说话了 听见没 不想 哎 只能游泳 不能说 哎 游泳打鼓 游泳你游去啊 游 游去啊 游不了 游不了 哎呀 你知道 话也不能说 哎 运动也不行 打别人游泳 那啥 扔点肉啊 对啊 听见没有 哎 老陈这一个人怕出名啊 猪怕壮 你知道吗 说了猪肉 脂肪高 不能吃 哎 看见没有 不能吃 你别老家人吃猪肉 叫我们老陈 行啦 你这别被翻译了 我这听你半天 我都不知道 就我们这老太子 没法说 我呀 害怕这心肌冷死 于是乎呢 话少说 这个活动也少做 最主要的呀 那高脂肪的都不能吃 你说他翻译半天 我又游泳了 我说大哥 谁游泳了 谁打哥 我们团体大小 心肌冷死 我们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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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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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的事 哎 怎么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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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老陈呐 导老陈老陈 您点评一下 老陈这个双引号的理论体系和做法怎么样 三个理论 要不吃 不动 还有一个不说 养着 反正就安静 对 他觉得是养生 真的是在养 但实际上这对心脏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比如说不说 没有人交流 一天到晚再琢磨 我的哎呀 健康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很容易就会出现抑郁 焦虑 这个实际上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 对 老陈那套不行 如何保持心脏的健康状态 年轻状态呢 要锻炼身体呀 但是锻炼之前呢 要先来测试一下 看看大家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 怎么测试呢 我们请来了测试高手 哇 好大的阵仗啊 我看这擂台都摆上了啊 大医生擂台赛 怎么着高院长 这是要比武招亲吗 将上来吧 比武招亲人家谁先来 凡事打累都得有泪主啊 没错没错 高老师请来了两位泪主 各个身怀绝技 我们先把两位泪主请到台上来 掌声欢迎两位 看不出来啊 身怀绝技 目前还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绝技 高手在民间啊 也是 我们给您准备了泰师椅 你看我们对待泪主 待遇多好 请坐 来 请 那个首先就是有泪主 就得有挑战者嘛 第一轮我们派出的挑战者是 张争一生 好啊 张争不能输啊 咱们先说一说第一轮的 这样来帮忙做个检测 好 那张争一生先 我先来 好 张争一生加油啊 对 一个是用一下这个鼻夹 这样避免 鼻子的漏气 其实那种毙力 可以让我们来帮忙做个检测 这个口嘴 这样的气体 都从这来进出 然后您最好做一次 这种深大的 快速的吸气 吸气不是呼气 是吸气不是呼气 好的 好的 这儿了 有请内主 来 内主 您也是一样的 鼻子 深大吸气 好的 可以了 好 吸气 好 来 由赵薇老师来宣布 这个测试的结果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吸气肌力量的测试 我们可以从这曲线中 应该说可以看到 张医生的数值 肯定是低于我们的内主的 最高值到了 115.93 我相信张医生 经过以后的 我们后面讲的一些训练 肯定会获得提高的 今天如果输的 心服口服 那这个是需要 专业仪器的 那问问李医生 如果没有这个仪器 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还有一个 更简单的办法 我们在家里面 就可以检测你的呼吸力 大家看 桌子上面有 四个大可乐瓶 张匠医生 去帮我们吸一吸 就知道了 这怎么吸啊 这有点胸口碎大石的感觉 有没有 这吸到几头瓶子 对 哇 很厉害 这里是用什么刷的呀 发自消毒液吧 我突然想到网上说 总有刁民想害症 行 我们泪主来吸一下 您用着劲啊 显然 泪主又赢了 好 很厉害啊 来问一下 刚才我们做的 无论是专业测试 再加上这个大塑料瓶的测试 都测试的是什么功能呢 实际上呢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心脏病跟呼吸机跟肌肉没有太多的关系 因为它是心脏的事情 但实际上呢 有很多心脏病病人 他的呼吸机的功能减退 对他发生呼吸困难 对他新功能的减退 也是有关系的 而这种非常好的训练 是可以明显的提高他心脏的功能 呼吸机力量弱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它慢慢的训练 让他增强他的功能的 那刚才你有问我的泪主是哪里来的 肯定是运动员吧 武术学校 那我们有请健身教练 你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 我是一个心脏病人 15年的时候搭桥 搭了四个桥 在北医三院的医生大夫的指导下 进行了一年的康复训练 锻炼身体了 然后从一位患者变成了今天的泪主 然后还几次三番地赢了张争医生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讲心脏的年龄和外表不一样 那即便是得了心脏病 像他得过心肌梗死 心脏开过刀 坐过搭桥 但是经过规律的 合理的这种运动训练 他现在的运动能力 比我们的大医生还要强 所以就可以证明锻炼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无论是对于健康人 还是对于生病的人 大家看看王先生 这是一个多好的榜样 再一次掌声送给王先生 特别棒 谢谢您 特别棒 王先生先请 谢谢